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的首相 是习近平到英国访问时主要是他干的事 所以就 别人说涛哥什么意思 跟共产党走得很近的 2016年他曾经诅咒过川普 骂川普愚蠢的独裁的 就差说邪恶的 就是他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对川普极其嘲讽态度 我们知道英国突然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战争事情当中受阻之后 英国 法国 德国和波兰想担当大任 就想推动 就是维持乌克兰的战争 推动这场战争 他们又没有多少钱 其实整个欧洲呢 经济出于一种很 就是很衰败的一种状况 那英国人呢 到底有多衰败咱们不知道 但英国王室 两个人 英国现在的国王跟他儿子长子的 媳妇 太太都是得癌症的 其实都代表了英国的一种衰败 病 人们得病呢 都是代表英国王室的衰败 英伦整个他的一个国力 他的象征性的东西 那跟他的政党直接相关 完全直接相关 而在英国呢 比如说从黑人命贵的影响 你就看到英国的文化的这种杂乱 在英国大概他90%多是白人 当然在英国的领袖当中都是带色的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代表什么叫代表大多数 什么叫代表大多数民众 可能涛哥说说 涛哥你这是种族主义 OK 少部分的以种族主义的方式获得了权利的本身 你说他叫不叫种族主义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不是正常人的东西 里头有阴谋 有坏人 有着正常人的申诉 利用了正常人的申诉 被坏人利用这一切 法律都是对的 而使用法律的人可能是强盗野兽 可能连人都不是 这就是今天人的悲剧 那他呢 就来到了 大概日前来到了美国 据说在美国进行政治访问 那我看了通编介绍呢 到现在他也没有见到布林肯 也没有看他去白宫 结果他昨天晚上率先飞到 我只能这么说了 率先飞到了这个 佛罗里达海湖庄园 今天要见川普 所以这故事的焦点就成了这个 那我们至于他跟乌克兰 怎么讲乌克兰战争 我们不去讨论 我们讨论的是 他为什么在尽可能快的时间里 要拜见川普 那川普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美国共和党 目前指定的总统候选人 仅此而已 他没有权力 他没有决定权 他没有指导权 我只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那决定权在白宫 指导权也在白宫 但如果他先去拜访川普 就代表着今天 美国政坛的真正 谁是重量级着物 谁是重量级着物 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 将近600亿的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个法律的本身 条款的本身 卡在了美国众议院 那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这个约翰逊 坚持不去投票 就这件事情就给放着 整个援助款项900多亿 那给以色列大概是200多亿 给台湾100亿 真正要给乌克兰600亿 那美国众议院的 这个共和党就坚持认为 你先把南部边界 把钱用在南部边界上 你不要把钱先去干别的 你给我把钱用在南部边界上 我就放你这笔钱 否则的话我就不放 这就是美国众议院的态度 那约翰逊的本身呢 对于川普的之间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 中间的间隙跟隔阂 那麦凯伦的做法 就是英国外交大臣的做法 变相承认 今天川普控制着美国众议院 你可以把它叫做垂帘听证什么 我觉得怎么讲都可以 他明明确确的 作为一个英国的正式的外交大臣 却拜访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为了解决乌克兰的600亿的援助款项 能够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 这不就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这是川普的实力 跟美国政坛的真实表象 你接受不接受 你愿意不愿意 你曾经骂今天川普是愚蠢 傻蛋 你骂什么都成 你向愚蠢下跪 你向傻蛋跪求 那你是什么 他就这个东西 而他们代表的一切是精英的 而他最具代表性的 他向习近平磕头 当年 2015年是2016年 所以至于说其他内容 我觉得在我眼睛里 就没有什么了 是他们自己的 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上的 随便他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觉得没有关系 凯曼伦寻决 飞往佛罗里扎 拜见川普 要解决 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问题 他骂川普是分裂的 愚蠢的跟错误 所以精英是个可笑的 真的是非常可笑 那他目前在美国进行正式外交访问 正在进行外交访问 但他还没有见过 根本还没有见过 没有去过白宫 也没有见过美国构清 昨晚飞往佛罗里达 拜见川普 细节没有 在佛罗里达将跟川普 共同讨论相关内容 卡麦伦是川普 离开白宫之后 第一位访问川普的 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而他曾经嘲讽川普 是分裂的 愚蠢的和错误的 而且他在有关 川普现在面临的状况 就是对川普的指控状况 说他是保护主义 仇外心理跟厌恶女性 所以这些都是很典型的 恨川普的人的说法 就是这么个家伙 今天去跪求川普 所以他就在衬托的背景之下 反映了今天真正川普的力量 和美国政坛的实际状况 以及川普为什么可以能够 而川普的这一切的纷争 就是一切的纷争 源自于他个人 这是真正 你让我看到 这就是美国英雄的树立 使得这些精英者 出于自己的利益的需求 而不得不向他们跪求 目前不知道会讨论什么 目前的关键问题 是600亿的援助款项 那大卫卡麦伦曾经诅咒过川普 如何如何 那今天又如何如何 就大概后面讲述 基本上这个背景 那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没所谓 其他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